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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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兩年半的準備 看一下十元終於步上正軌啦 請大家繼續給更多的支持 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超可愛 你太可愛了 歡迎收看看一下十元 要發現我胸前有一顆愛心 情人是情人節 情人節要幹嘛 約會啊 沒有情人怎麼辦 這個反應是 沒有情人怎麼辦 我們有知識 我們有歷史 就讓十元帶著 滿滿的歷史小知識 陪你過情人節 今天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各國的情人節的一些 小習俗小傳統 我都在想我之後要怎麼過情人節呢 我就想說去每一個國家 有不同的人過情人節 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有趣的情人節小知識 就是讓大家在情人節這天呢 不孤單 首先呢先講講大家 非常二手能想 牛郎織女服飾 傳說中 在天上 綠黃大帝有七個女兒 最小的女兒叫做織女 她長得聰明可愛 又乖巧又會織衣服 又跟你一樣 這是你說的喔 哈哈哈哈 天空上所有的這個頸隻 都是他在艾亞一個一針一線縫起來的 另一邊 牛郎大帝 有一群牛 負責管理的人 他就是牛郎 牛郎跟織女 一見鍾情 他們就愛上了對方 以至於織女都忘記要吃衣服 牛郎忘記要管牛了 他們兩個就每天在約會 都沒有在好好做好原本的事情 所以牛郎大帝就很生氣啊 他就叫死雀去喘話 是應該叫鴿子嗎 你管了 你又講不出來 死雀就飛飛飛 你們不可以荒廢工作了 玉郎大帝說你們七天才能見一次面 然後可能因為他邊飛邊講 你也要見一次面 隻女跟牛郎就以為 每天都可以見面 可以繼續好好玩 牛郎大帝又更生氣了 牛郎大帝就決定 你們兩個一年只能見一次面 其他364天都跟我好好工作 玉郎大帝會被那個勞動複裁 這就是農曆7月7號的由來 其實牛郎之女這段故事 重點其實是 工作的重要性 不可以為了愛情不工作 好去工作我要去織衣服了 牛郎 織女 不要亂接好不好 他是你的織女啊 是我的朋友 你幫我找一個牛郎 你們兩個很尷尬 你要幫我們介紹一下啊 那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沉浸在 這個情人節的小歷史裡面呢 喔 可以嗎 聽完牛郎之女的故事 我們現在要進行 穿真影線比賽 為什麼是我們兩個不賽 你們今天就在約會啊 體驗一下各國的歷史啊 為什麼我覺得 好像沒有對我很好 你以為什麼龍蝦 對啊不是情人大看嗎 究竟是牛郎先穿進去 還是織女先穿進去呢 肯定是要織女吧 對啊因為牛郎明明就趕牛 你看他不趕 我會走在這裡 3 2 1 開始 你也知道要先擬一下 我媽腳的 可是好像沒什麼幫助 你真的線不好用 耶 太快了 耶我贏了 我就是居女 進去了沒啊 沒有浪進去 你要不要跟我分享一下 你的情人節經驗 好像沒有什麼情人節經驗 我跟我一樣 那你有什麼嚮往的情人節 吃個燭光晚餐 欸我就不相信有人真的喜歡吃燭光 要點一個蠟燭而已 沒有經歷過人才會有這樣子的幻想 那你知道德國人都怎麼過前天 喝啤酒 喝啤酒 還有一個 豬腳 德國人呢就是因為他們很喜歡豬 就是好運啊 然後是好氣的象徵 所以他們就會在情人節送豬 是不是很不浪漫 很特別耶 所以好像我看到他們有騙說 餅乾上面會有豬 然後或是就是送豬的卡片 我以為是送一整隻活生生的豬 搞不好以前會是這樣耶 裂到豬然後送過去 我一點都不想收到豬 但是我有收過豬的項鍊 我媽送我 右鼠子 那我就是豬啦 那我要變成 你去哪 我變成一隻豬了 你有看到全民心嗎 他們結尾輸的人 都要彈鼻子 應該就是要來互彈鼻子 那請罵橋的概念 那你幫我拉 欸拉遠一點 拉遠一點 好痛喔 不太會痛耶 還好 還好 欸太遠了吧 很棒耶 不會痛對不對 不會 還好 我們今天證明了全民心攻略那個 還好 不會很痛 看過一個節目他是 戴那個小學生的帽子 然後下面不是有那個帽子 那感覺比較痛耶 那個超痛的 彈下巴 我們下次可以試試看彈下巴 我們抽到了 接下來我們來到了非洲 非洲有一個特別的名字 叫做埃塞民族 他們呢都長得非常的帥氣漂亮 應該是 我也沒看過 他們就有個特點知道 非洲人又會唱歌又會跳 不像我們 就是一個智障 他們情人節的時候呢 求愛或什麼他們都會互相跳 逗舞的感覺 對他有興趣你就有回跳回去的那種感覺 聽起來有點像孔雀 其實動物都是差不多的 這麼就是孔雀 好你們兩個來fellow一下 表達一下我們 你會跳舞嗎 覺得情人節耶 我不會抖胸欸 我跟你說抖胸超難的 先綁抖動 我覺得很難 可以啊你有啊 有啊 唉唷阿姨很容易 百香你們認真啊 我應該贏了吧 可以 贏了贏了贏了 什麼意思 有熱情嗎 我的熱情 發家的 什麼意思 好啦他們覺得大概這樣 他們會有一些跳舞的姿勢 那來一首對眾歌 終於來到今天的重頭戲啦 其實呢台灣的農曆7月7號有一個傳統習俗 就是因為呢7月7號是床母娘娘的生日 床母娘娘又成為床頭婆婆跟這個交蛙布 家裡如果有小孩的話你就是要拜這個床頭婆婆為兒童祈求平安然後順利長大的一個習俗 那我們在這一天會做什麼呢 會準備油飯然後麻油雞放在這個床的旁邊給床頭婆婆吃 然後還會焚燒一些特製的東西就是給床頭婆婆 這是我們台灣7系的特別習俗 當然其實是跟愛情比較沒有關係 它屬於一個親情的部分 小孩在那邊睡覺 然後旁邊放了麻油雞 好香耶 小孩應該會睡不著吧 有人是說 如果你家小孩啊就是睡覺沒辦法好好睡 就代表你沒有拜 你沒有拜床頭婆婆婆 你要好好趕快祈求 我小時候最好笑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小時候看那個飛龍在天 你知道嗎 然後裡面有個壞人 小時候就夢到他要來抓我 然後起來就哭然後我爸就來看我 然後我就跟他說那個外人要來了之類的 從小被笑到大的一段故事 百香其實是老師耶 對啊 百香是教公民的對不對 對 超級特別耶 那你壓制得住高中生嗎 我跟妳講那些高中生嗎 等一下 要不要不要打馬賽克啊 可以講嗎 高中生肉都超皮超壞的 對 你高中生現在流行什麼 他們就最喜歡玩抖音 真的喔 那他們會在上課拍抖音嗎 他們會偷偷拿手機 會錄一些抖音的素材 然後就是上課也在錄這樣嗎 對啊 那其實上課是不能用手機的 對啊不能用手機 柿子挑軟的吃 那應該秦恩姐也沒人在送情書或是巧克力吧 比較注重儀式感的他們還是會寫卡片 對我小時候也是卡片型的 他們社團幹部之間還是會送一些什麼公關禮品 他們以為是品牌方喔 公關禮品 欸等一下現在學校是可以自由戀愛的嗎 現在越來越開放 越來越自由 公民科越強調人權 你在走廊上看到有兩個學生 首先手那種 我會 走我自己 欸欸老師 感謝百香老師欸 不好意思前面還這麼實理 把你當成牛郎 為了表達我的歉意 送你一朵玫瑰花 希望你早日可以吃到燭光晚餐 謝謝 謝謝你今天來跟我一起 體驗這個各方面的習俗 然後接下來希望你可以教我一些公民上面的地方 就是這樣 情人節我覺得大家不要一直想說 情人節一定是要跟情人幹嘛的 我覺得只要是跟人跟人之間有很好的交流 就是一個很棒的情人節 像我們這樣子遇到一些新的人 然後可以了解他們的故事 我覺得也是很棒 希望大家 都 走來跳透鏡 在家裡好好練抖鐘 每天你遇到漂亮的非洲美女 你就可以拍上用場